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要报 川普出狠招 下周面对面辩论要求验证拜登是否科药提神 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表示将迎战拜登第一场面对面竞选辩论 川普要求对拜登化验是否吃了兴奋药 川普认为拜登是有名的瞌睡虫 竞选造势时却显出不同寻常的亢奋 川普说他当然也同时接受药物检查 专家预计9月29日第一场总统竞选面对面辩论将是一场恶战 据法新社消息 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川普迎战拜登 撂出狠招 消息指美国总统川普总夸口熟悉民间疾苦 并以真正的硬汉自居 下周总统大选辩论登场时 他口下必不留情 要像在格斗场上迎战对手一般狠狠给民主党对手拜登来一记正面痛击 有别于约翰肯尼迪和里根70岁的川普不爱慷慨激昂的长篇大论 川普也不爱奥巴马粉丝所欣赏他演说中的那种细致优雅的风格 批评者认为 这种超然离群风格不够接地气 而川普把实镜秀技巧带进白宫十足的娱乐家形象 而启发他表演风格的就是职业摔跤那种花哨的混乱场面 他是个总爱撂两句黑帮电影中大老行话的纽约客 还喜欢和拳击手以及综合格斗运动员私混 评论指 所以在29日的克里弗兰的首场总统辩论会上 可别期待川普会温良恭敬让 川普于19日已经把总统辩论比作综合格斗的铁龙格斗 他告诉真正的州级格斗冠军赛冠军马斯维达尔 这是同一码事 只是稍微没那么激烈 从上次在总统辩论场遭他痛击的前国务卿 希拉里·克林顿的说法 就知道此言并非全是开玩笑 希拉里·克林顿在大西洋1月刊回忆2016年 两人交锋的场景说 他完全不在乎是不是要回答问题 甚至也不在乎是不是要给出正确资讯 他就准备好要来羞辱你 霸凌你 当时民调一致认为希拉里是三场辩论的赢家 但真正的能量以及大选的胜利 最后却是归于这位言辞犀利的纽约政治素人 据该报道 川普目前民调仍落后拜登 因此寄望借着辩论好好表现一举翻盘 及时在10月3日大选前迎头赶上 粉丝猜想川普辩论时可能会给拜登致命一击 而川普也的确信心满满 他甚至要求举办第四场辩论 只是最后没有成功 反观民主党 确实有部分人士恳求拜登 别接下辩论暂贴 就是怕没人招架得住川普那锐不可挡的 夸张言语和满口谎言 密歇根大学辩论专家卡尔表示 川普不按牌理出牌 要和他辩论 完全没有剧本可以照着走 卡尔是与唐纳辩论一书共同作者 这本书探讨川普的辩论技巧 法新社说 主持首场辩论的福斯新闻台主播华勒斯 擅长问问题 但川普不受束缚的功力 应该也是不遑多让 数月来 川普极尽侮辱拜登之能事 从说拜登是秘密共产党员 到骂拜登差不多等于脑死 他还会说出什么话 现在谁也说不准 但他届时肯定会有招可出 川普在和希拉里辩论时曾发动气息 邀请多名指控希拉里·克林顿夫婿 前克林顿总统性骚扰的女性到场 这种做法堪称前无古人 还有一度他甚至离开辩论台上指定的位置 跑到希拉里·克林顿身后 虎视眈眈的越走越近 该报道说 据希拉里·克林顿 后来在《事发原油》一书中写道 无论我走到哪 他都一步一驱 紧盯着我 还做鬼脸 真的让人很不舒服 他简直就紧贴在我身后 我都起鸡皮疙瘩了 法新社说 面对拜登时 川普可能会猛攻其子亨特 在乌克兰和中国生意涉摊一事 如果那点还无法惹恼拜登 川普说不定还敢直接质问77岁的拜登 有没有吃增强表现的药物 川普和幕僚多次说 拜登老太隆重 还宣称拜登会吃某些东西 来保持辩论时的心智敏捷 川普甚至主张拜登应接受药检 法新社说 面对川普这么多的诋毁 拜登届时登上辩论台时 只要表现不太落期 应该就可以称为获得胜利了 查谈继续 中纪委进驻中央省市党办第六轮 据中国官媒周日27日报道 经党中央批准19届中央第六轮巡视 将对32个地方单位党组织展开常规巡视 另外 中纪委同日公布今年前8个月 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情况 据东网今天报道 中央展开第六轮巡视 将进驻32个中央和地方党组织 据报道 第六轮巡视对象包括 北京 天津 内蒙古 吉林 上海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广西 重庆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新疆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 全国政协机关 公安部 财政部 水利部 农村农业部 国家卫健委 审计署 国家医保局 国家移民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农科院 中国贸醋会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等地方单位党组织 另外 对第六轮巡视涉及的长春 杭州 宁波 武汉 西安等 五个副省级城市党委和人大常委会政府 政协党主要负责人 也一并纳入巡视范围 该报道说 此外 中纪委公布今年 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情况 截至8月31日 全国共查处83,988宗违规问题 共处理122,094人 68,378人被政务处分 其中 单在今天8月就查处了112,259宗违规问题 处理了16,731人 9,573人被政务处分 台海谁开第一枪 环石指北京护国先开枪 据香港《经济日报》说 环球时报引述专家称 中国或为护国开出首枪 并说美国是这样评估的 环球时报周五25日刊登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沈丁丽文章称 长期以来中国大陆一直有不开第一枪的说法 但他认为 在维护中国核心国家利益这个前提下 不开第一枪应该是有条件的 根据中国大陆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 中方核心利益包括国家主权 国家安全 领土完整 国家统一 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 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等六项 根据沈丁丽列举中国大陆六大核心国家核心利益 面临何种威胁时 应该开出第一枪 据沈丁丽首先质疑 当外国军机在中国的领空实施军事侦察行动 不断侵犯中国大陆主权时 还有必要坚持不开第一枪 以确保外军机组人员的生命安全吗 其次 当中国的核武器面临敌国非核武器的精准攻击时 还有必要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吗 第三 满洲国时 中国东北军坚持不开第一枪 从而眼看国土沦丧 今日之中国能容忍重蹈国耻吗 沈丁丽称 中国应对任何外国侵略军坚决地开出第一枪 第四 沈丁丽说 中国大陆竭力推动和平统一 但绝不放弃以非和平方式实现统一 面对台独势力日益猖獗 在来自外部的干扰因素日益明显的当下 以非和平方式实现统一的可能性也必然日益大增 沈丁丽说 非和平方式虽然不一定就是战争 但很可能就是战争 在一场反分裂的国家统一战争中 大陆方面不排除开第一枪的可能 据沈丁丽说的第五项 当面临来自内外的敌对力量 对中国大陆发动旨在颠覆现有制度 并引起社会严重动荡的挑战面前 中国的宪法并未排除开第一枪的选择 对外对内都是如此 第六项 沈丁丽表示 正常的国际经贸 粮食和能源的国际合作等 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如果有人故意不想让中国人过好日子 那将有严重后果 沈丁丽还强调说 不开第一枪并非绝对的 而且要避免落入教条主义 他建议中国大陆应改为对外表述 中国将就不开第一枪做最大程度的克制 但不保证不开第一枪 这样才最具道德性和手法性 美国开始制裁中芯国际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实施制裁 路透社看到的美国商务部 星期五 5月25号签发的信函显示 向中芯国际提供某些设备的供应商 现在必须先申请出口许可 此前美国国防部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正在考虑将中芯国际列入黑名单 美国政府部门得出结论 对中芯国际的出口商品 可能最终被转用于军事用途 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 中芯国际成为继电信巨头 华为之后的第二家 遭到美国贸易限制的中国领先科技公司 美国已经把华为技术公司 列入了所谓的实体名单 限制华为从供应商那里获得高端芯片 观察人士指出 美国现在对中芯国际出手 将切断中芯国际取得美国重要的软件 和芯片制造设备的途径 中芯国际表示 尚未收到任何有关这些限制的官方通知 并正在同美国商务部继续交涉 中芯国际称 该公司仅仅为民用和商用 终端用户提供服务 否认公司与中国军方有任何联系 路透社的报道说 美国商务部周六9月26日 拒绝具体评论中芯国际 但表示其工业和安全局 正在不断监测和评估 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的 任何潜在威胁 中芯国际是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的 一家代工厂 分析认为 对中芯国际的制裁也将影响高通 高通是中芯国际的第二大客户 据中芯国际官网 该公司全称是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它的总部在中国上海 中芯国际的业务覆盖上海 北京 天津 深圳 香港 台湾 日本 美国及欧洲 2019年年底 公司员工人数接近16000人 一半设备来自美国中芯南活 据苹果日报报道 继华为之后 中芯国际也将被美国采取出口管制措施 这意味着要向中芯供货的话 就必须获得美国许可 有外媒报道 有专家指中芯国际高大一半的设备来自美国供应商 如果美国的合作伙伴不能为中芯国际提供服务和升级制造设备 中芯国际恐怕难以继续经营下去 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生产全球大量的手机电脑和网级网路设备 为设备的硅金原材料大都是进口而来 去年中国进口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电脑晶片 进口额比原油还要多 为此 总书记习近平投放大量资源 预示中国在半导体和其他先进技术方面能更加的资历更生 报道指出获得中国政府支持的中芯国际 其制造工艺水平仍落后于三星台积电等金原代工厂大厂数年 意味着中芯国际无法生产出最新而复杂的芯片 即使是生产较低阶的芯片 中芯国际也依赖美国公司的软件和机器设备 投行Jeffreiss的分析师估计 目前中芯国际高达一半的设备来自美国供应商 如果这些美国合作伙伴不能为中芯国际提供服务和升级制造设备 中芯国际恐怕难以继续经营下去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蓬佩奥指纽约总领馆是贼窝 胡锡进威胁反制关闭美国上海香港领馆 中美外交战持续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期声称中国纽约总领事馆是间谍中心 并威胁逮捕中国外交官 对此具有官方背景的北京媒体人放风 若美国如此做 那么中国将关闭美国驻上海或香港的外交机构 9月26日 中国官媒小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在社交平台推特上用英文发布消息称 美国显然正在准备采取新的挑衅行动 让我提醒他们 如果他们驱逐中国外交官 同样数量的美国外交官将被驱逐出中国 蓬佩奥9月24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是间谍中心 并暗示将逮捕那里的中国外交官 对于蓬佩奥的言论 中国外交部于9月25日进行回应 谴责美国既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之后 再次挑起事端 强调中国将根据形势发展做出必要的反应 不过北京并未说明是何种反应 胡锡进则在推特上直接说 如果美国关闭在纽约的中国总领事馆 那么中国必须关闭在上海或香港的美国领事馆 近来美国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打压 涉及的领域包括贸易、科技、媒体、外交 以及涉香港、西藏、新疆等议题 对此北京方面均采取对等报复措施 7月21日美国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 期限是72小时之内 7月24日中国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给定的时间同样是72小时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